新北市三重奏合体育馆接种站 打完疫苗先在座位上休息 不过放眼望去几乎都是空位 现场工作人员甚至比长者还要多 由于接种后猝死案件频传 里长表示多少影响施打意愿 猝死和打疫苗有没有关联还要再厘清 但三重体育馆接种率从18日六成七隔天腰斩 周日假日迭到只剩三成 打疫苗不只民众自觉 医护警觉也很重要 桃园敏胜医院副院长柯绍华 曾遇到一个阿嬷 接种前说自己有服用心律不诊药物 因为疫情很久没回诊 最近感觉胸闷不适 结果医师诊断后发现 阿嬷每分钟心跳只剩三十下 赶紧告诉他不能打疫苗 要赶快去看心脏科 医师建议如果有慢性病疑虑 可以带药袋到接种站进一步评估 施打后如果不舒服 也能找过去主治医师回诊 做好准备 不用太过紧张 三天新闻正宇龙张正好 新北市报道